2008年發生世代風暴 中本通提出了比特幣 而它背後講到區塊鏈這個去中心化的技術 區塊鏈這個技術 區塊鏈其實很簡單 舉例來說 我把一筆錢存到了銀行 銀行把我的錢偷偷借給別人 以賺取中間的投資報酬 例如 建商 建商賺了錢之後 會以稅收的方式 把錢交給政府 再聯本代曆地把錢還給了銀行 如果現在我們去銀行 我們會發現其實金庫裡面 根本沒有這麼多錢 現在全世界的政府都在負債 所謂的高房價其實都只是虛幻而已 這個時候你覺得你的錢會在哪裡呢 到底什麼是區塊鏈 就是把這些不透明的杯子 全部換成透明的 這樣你永遠可以知道自己的錢在哪裡 錢永遠屬於你 不會被別人偷走 是嗎 我們怎麼開始 先像我一樣 學會說一個動人的故事嗎 學會說一個動人的故事嗎